地下车库事故频发的背后虽然和车主自身的驾驶技术有关 但是部分地下车库的设施不合理也是导致小事故频发的原因 来关注一下记者在广东的地下车库安全隐患调查 在广州市天河区的一个楼盘的地下车库 从停车场出来两边的墙上虽然有示意出口的箭头 但地面的箭头却是入口 随后记者来到天河区某酒店停车场 有车主反映-1到-2拐弯下坡处要急转90度大弯 无论是霸气的路虎还是身手灵活的smart 来到这里都不免英雄气短 在月秀区某个购物广场停车场 车辆在同一个门进出 汽车要先爬一个15米长的坡 然后左转一个直角弯道 再爬一个5米长的坡 而收费亭还设在斜坡中间 而地下车库车位过窄光线太暗 反光镜交通标示消防设施不够齐全 都是让车主大吐苦水的事情